大家好,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是小宇 我们会每天指示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始 相处越久,了解就越透 了解越透呢,脸包才会越自然 天妈为了她打造一片天,一个港湾 天妈对于王一博而言是一个家的感觉 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王一博在这里成长迅速 作为老妖,出到天天向上 天妈从宣传中无不体会到对于这个老妖的各种关怀 直到如今大火,反而是越发低调起来 很多人说这里见证了王一博成长最重要的阶段 从未停止过对王一博的鼓励 也从未给予他未来的期许 只是愿意给他一个可以信赖的环境 这是一种父母的样子 无家有儿出长城的感觉 兴趣班,培训课,你的兴趣跟爱好 通通都给你发挥的空间 只要你来,我就一直等你 这就是天相上自为一档 有底蕴,有文化氛围的节目 能够口碑扶摇直上的底气跟从容 天妈带给王一博的是太多太多的机会了 有一群兄弟们,给予关心跟指导 有个舞台可以让他开拓视野跟见识 遇到优秀的人呢,让他可以坚定自己的路 领略天下奇闻意识,丰富他的内涵 我们通过节目都学习了太多 况且他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呢 而天天相上,他有自己的专属舞台 可能表演自己喜欢的爱航 摩托车滑板,滑雪,溜溜球,魔术等等 他都可以有发挥的空间 大大小小的舞台,他都可以尽情的展现自己 都说王一博虽然凭借陈情令大火 可是因为背后有天天相上,让我们看到了他 十八班,五亿,三百六十行 天妈没少给他提供学习的机会 这是为何王一博哪怕大伙都不愿意离开 再忙都会回来录制节目 因为这里更像是家,是他充电的地方 随着王一博大火 顺势带火了整个节目的收视率 可是天妈却做到收放自如 在你不红不火的时候 给予你发光发财的机会 在你功成名就的时候反而不想过度消费 老老实实待着就好 最近一年的天天相上 周的王一博露脸表现机会不多 话也很少 可是天妈依旧是不多言不多语的疼着宠着 兄弟脱口而出的赞美 对天天兄弟而言 王还是对王一博由衷的喜爱 最大的行礼就是他 王涵替王一博说话最多的一个人 因为认可 因为他身上的简单 执着专一 优秀和努力 欣赏一个人 首先是需要看到这个人身上的特质 王涵在很多人眼中 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剧者 说话之道当中 透露出的精神高度 绝对是不同于别人的 他能够欣赏看中的人 必然有不同之处 大老师对于一博那真实 明明白白的关系 风趣幽默的方式 表露出足够的真实 楚楚都会给予演唱 从来都没有掉过脸子 风哥那么必然 就跟王一博的情感 更深一步了 看出来风哥做什么 王一博都会笑得前仰后合 两个人的梦幻连凳 更是不经意的流露了出来 他们对王一博而言 夸赞脱口而出 努力有天赋 不需要多言 他们足够真实的关心了 一句一博怎么了 说的很自然 又带着关怀 王一博三生有幸 遇见天妈 遇到一帮好兄弟 一生的财富 欣赏优秀 才是最真实的试问 谁遇到王一博 能够不发自肺腑的 夸上那么几句呢 王一博这些年 被人见人夸的例子 残见的还少吗 可见呢 只要是个正常人 都会有正常的审美和人格 都会喜欢很 欣赏美好的事物 会夸未必是真 只有夸对了 才是真的夸 欣赏他的优秀 喜欢他的磊落 钟爱他的执着 真诚跟努力 才会发自肺腑的去夸赞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 因为尝试过 确实自愧不如 才会由衷的赞赏 他绝非完美 谢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